另外捷安乡化人国小幼儿园60名的师生日前到捷安警分局来办理校外参访活动 受到了警方的热情接待 尤其特别是由保安对霹雳小组所带来的单车特技秀 过程是精彩绝伦 让在一层的小朋友们是个个看的目不转睛 尖叫声不断 警方表示这一次活动由捷安警分局长陈卫文拉开序幕 欢迎大家体验一日小警察 紧接着是一连串的警用装备介绍与体验 包含枪械、盾牌、大型重机等等 捷安警方贴心准备了迷你警察制服 由女警为小朋友们轮流穿上 场面可爱又温馨 本分局办理化人国小幼儿园校外三访活动 除了介绍警用装备办理有奖侦达之外 特别邀请警察局交通队大型重机 保安队霹雳小组单车特技 内容丰富活泼让全体师生满载而归 活动压轴由成任极限单车运动国手的霹雳小组队员林家辉 带来专业的单车特技秀 从小爱上单车的他 一路走来自学苦练 更写下了国内第一位单车后空翻的选手记录 霹雳战警高难度的特技瞬间朝日现场 师生哥哥赞叹声连连 记者林杰吉安乡采访报道